演員 好了 開始了 好的 演員都很敏感 彈幕也是一種關注 他就會看你每一個表情 每一個動作 然後他就會評價 做演員之前 就是有很普通的一個學生 不是網傳的那種什麼富二代 大巴士什麼跟我投了不息 那都不可能 任務完全連這個行業的一個 想像的模樣都沒有 我剛好去演了陳千千 陳千千就播好了 如果是別人演陳千千 會不會也播得很好 但是陳千千只有一個 就是我去演的 所以我覺得 有很大一個分音學在吧 比較直觀的感受 就是你發的所有的東西 你說的話 就會有很多人很認真的來聽 可能以前播個劇 都沒有你現在做一件事情 這麼大的關注 得到了關注之後 又有人勸我說 我要去讓觀眾看到你 不一樣的角色 我就不想 我就覺得人可以待在舒適區 待在舒適區是一種自信的方式 好像要是一種的 所以你也會說